美国空军F-16战机在美东时间12日向午 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命令 在密西根州休伦湖上空 击落了一枚不明飞行物体 这是今年2月美军采取的第四次击落行动 截至12日 只有第一起被确认为来自中共的间谍气球 其他三起不明飞行物还在调查当中 中共间谍气球1月28日入侵美国领空 4日在南卡罗兰纳州被美军击落 引起国际关注 接着2月10日到12日 美国战机接连在美国阿拉斯加州 加拿大预空地区和密西根州 击落三枚不明物体 美方表示最新一起击落的 是一个八角形结构的飞行物体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舒默表示 美国击落的前三个飞行物体都是气球 包括第一个中共间谍气球 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 司令范克克12日则表示 不排除第四枚不明飞行物来自外星球 会让情报和反情报单位搞清楚 新唐亚太电视直千里张瑞珍综合报道